朋友们今天是2023年8月17号 我们继续来聊美股 首先我们看几则重要的宏观资讯 第一个又一个华尔街大鳄做空美股 最近几个月股市飙升 投资者押注通胀威胁已经结束 免延除将很快逆转加息 美国经济将摆脱衰退 但对中激进大鳄大卫凯英霍恩 本周在这投资者的嫉妒信中警告称 他们可能过于乐观了 好霍恩呢在信中说 如果我们在三月份之前都是看空 在六月份之前都是中信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说是担心了 通胀再次加速和逆率上升 可能会扰烂目前已获得 共识支持的流逝趋势 这意味着近期股市的上涨 可能不会持续 霍恩在信中透露 他的基金上季度购买了指数对冲 以保护起投资组合 免受市场低迷的影响 也就是他开始做空美股的指数了 那在上一期视频呢 我们说过曾成功预言 美国刺激房贷战券 泡沫的投资人麦克贝瑞 也在第二季度大量增持了 标普500指数和拉斯达克100指数的 碳跌期权就是这位大空投 做空整个美国在2008年一战成名 好我们在上一期视频已经聊过它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消息 美联储释放了重要信号 美东时间周三下午两点 美联储公布了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个大多数决策者人认为 通胀有重大的上行风险 可能因此需要进一步加息 二多数人认为即使降息 也未必停止缩表 三几乎所有决策者认为 7月适合加息25个基点 两人支持保持利率不变 四美联储官员认为 决策取决于所有数据 五余会者强调 通胀高的不可接受 需要进一步的通胀下降证据 基奥还提到呢 经济活动似乎正在逐渐放缓 预计失业力将效服上升 虽然大多数官员支持上月加息 但部分联储官员发现 加息可能太高的风险增加 偷显了联储对进一步加息 越来越减深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开始削减科技股投蹭 那消息都不是太好 洛威政府养老基金 是全球最大的单一股市投资者 这是规模达1.35M的基金 周二公布 今年上半年回报率为10% 总回报额为1430亿美元 好这个基金持有的七只股票 分别是谷歌亚马逊 苹果Mate 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 贡献了该基金近期收益的三分之一 占起投资责合的10% 该基金CEO里古拉坦根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如果你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机会 那么在我看来 你就是个十足的百吃 那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大家都认为 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机会 但并不代表 我们现在要买人工智能股票 那比如我们在10年 甚至08年09年 就认为光伏是未来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在08年09年 买了光伏 那可能挺不过16年17年 可能在12年13年 就已经灭亡了 不过尽管该基金 今年在科技股的支撑下 收获了巨大回报 但培根在周三的一次 新闻发布会上是说 该基金最近减持了 对顶级科技公司的超配投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对美股的三大指数 进行一个复盘 8月16号周三 美股集体小幅低开 开盘一小时 标普外指数和道指转涨 且道指涨畅白点 纳指也一度小幅转涨 但无盘时 所有指数全线收跌 那这边呢 是三大指数的一个分数图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低开高走 然后呢 这个道琼斯指数 深度一度涨到了0.5% 最终呢 尾盘开始下挫 被空头给打下来的 三大指数的走势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美股的二季度财报 也进入到了尾声 标普500成分股的EPS盈利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超5% 且为免续第三个季度下降 或无法维持当前的高估值水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三大指数的一个风险点位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道琼斯指数 那道琼斯指数呢 今天是跌了0.52% 报34,765点 道琼斯指数呢 我给的风险点位是34,082点 但是呢 我在前两期视频也一直在强调 如果那个纳斯达克指数和这个标普外指数 都胆线都已经被空头主导了之后 那个道琼斯指数是很难独 很难独善其身的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多头在35,000点这边反抗了大概有两周 最终在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外指数空头的带动下 然后呢 在昨天和今天已经跌破了这个35,000点的指数惯位 好 那目前呢 依然是一个多头勉强主导的一个市场 但是形式不乐观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标普外指数 那标普外指数呢 在上周都已经跌破了这个胆线的4448点之后 那我就确认了 它的胆线已经被空头主导了 然后目前进入到一个从44607点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区间 好 那目前呢 标普外指数 呃 胆线风险点位直破之后 我们就进入这个长线风险点位 4328点 那如果跌破4328点 我可能会尝试着做空一下这个标普500 好 这个是标普500胆线指数 胆线已经被空头主导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拉斯达克指数 好 拉斯达克指数呢 也一直在解释风险 当它跌破13859点的时候 我就预计 呃 在视频里讲到 它胆线已经完全被空头主导 那目前看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每次 呃 那个多头 想要反攻都被空头打下来 当然了 这是一个胆线的走势 那我们来长线的 呃 一个风险点位是13334点 那如果跌破这个13334点 我也会做空一下这个拉斯达克指数 那综合最近不利的消息 一些大空头都开始做空美股 那很有可能会有一段不小的跌幅 那如果跌破这个长线的一个风险点位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技术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个股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芯片巨头英特尔 英特尔终止收购高塔半导体 英特尔宣布 终止对高塔半导体的收购计划 原因是该交易无法及时获得监管批准 根据合并协议的条款 以及协议的终止 英特尔将向高塔支付3.53亿美元的终止费 高塔半导体呢 在一份声明录表示 经过仔细考虑和彻底讨论 没有收到任何有关 某些必要监管部门批准的迹象 双方同意在2023年8月15日之后 终止合并协议 尽管编面上是由于监管原因 一直未能通过 但从2022年2月14号 英特尔宣布收购高塔至今 全球半导体趋势和局面已经改变 现在在收购高塔的意义 可能不再如当初那么重要 因此这或许是英特尔 主动放弃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这次收购呢 其实分手费也才3.53亿美元 不是很多 算不上什么一个大的逆空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英特尔的一个股价走势 英特尔呢 我个人是比较少聊到的 因为它在这一波反弹的趋势当中 是 是 就是涨幅是比较小的 那目前呢 我是预测当它涨到这个40左右 就可以做多了 目前看来英特尔是并没有涨到这个40左右 反而是在最高37.05 然后就开始下跌了 那目前呢 英特尔的股价 还是低住40吧 如果涨到40 就可能有一次做多的机会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让它跌吧 当然了 做空我认为也不现实 毕竟下面 下面的 其实 我个人认为 它从在这边 30到这个26之间做的一个中枢 那这个中枢目前看来是做的 就是力道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认为 做空这个英特尔也不太现实 那我们还是等它 什么时候能涨到40 那做多可能会有一个买点 好 这个是英特尔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NUBEC 创始人首次出售股票 套现1.9亿美金 那这个这个资讯呢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因为每当科技公司的高管 开始出售自家股票的时候 就意味着美股会有一段一段熊市 这个是经验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 巴菲特投资的巴西数字银行 NUBEC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大卫·维勒兹 自2021年首次公开募股以来 首次出售了该公司的股票 套现约1.91亿美元 维勒兹在周三的一次采访中 他说出售了所持这家总部 位于申保罗公司3%的股份 近2500万股 所得的收益将主要用于资助 他与妻子雷耶斯的基金会 该基金会专注于 拉丁美洲的领导力和教育项目 此前一天 该公司公布了二季度盈益 超过分析师预期 进一步巩固了 从2022年的低迷重反弹的势头 该公司股价今年上涨了88% 市值达到了360亿美元 那在超预期超预期的时候 创始人大不减持 很有可能下一季度的业绩 也不会太好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股价走势吧 NU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是数字银行 那么可以看到 他从这边的3块 已经来到了8块 然后呢在一个大的趋势上面 他是在 他是在这个8块和7块6之间 做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中枢 那目前呢是没有买点的 卖点的话 我个人认为如果持有的话 可以适当的减持一下吧 这个是NUban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股票 英伟达卖出55万个H100 有媒体估测 仅仅今年一年 英伟达就决望出售 大约55万块 高单人工智能GPU H100价值数百亿美元 好 按照最低的价格计算呢 单纯是H100芯片 就将给英伟达带来 165亿美元的收入 这还不包括A100 等其他的AI芯片 有分析师甚至乐观预计 若英伟达 英伟达将有可能在2024年 创造750亿到900亿美元的 数据中心 AI芯片收入 脑黄这一波 实属是银麻了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 一个股价走势 好 英伟达这边呢 也是老朋友了 那在上一次的反弹中 我在视频里讲到 很有可能是一个诱多 那目前呢 我的观点是维持不变的 依然是建议 如果持有的可以适当的止盈检查 好 这个是英伟达 毕竟我认为 它的抛压太严重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股票 腾讯音乐 腾讯音乐失去了什么呢 8月15号 在线音乐市场一哥 腾讯音乐公布了 2023年的二级报 财报数据显示呢 截止到6月3号 腾讯音乐二级度 总营收72.9亿元 同比增长5.5% 净利润为13亿元 同比增长51.6% 归属于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 净利润为15.3亿元 同比增长了48.6% 那腾讯音乐的旗下 主要有客户音乐 酷口音乐 酷舞音乐 前名K哥 懒人听数 这五大平台 整体来看 作为行业的头部平台 腾讯音乐业绩 仍在稳健增长 然而 其依旧面对发展难题 两大核心业务 以上以下 对营收贡献 此消彼长 虽然在线音乐 服务位率创新高 这个是上的 那下的是越虎越流失的问题 人未见好转 这一季度 在线音乐服务收入 同比大涨47.6%的背后 其中一大原因 是在线音乐定域收入 快速增长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付费用户在增长 但越虎越用户 却在不断流失 那这个图表就看得很清楚 它的在线用户 是不断的在减少的 一个下跌的趋势 2023年二季度 在线音乐服务的 越虎越用户 为5.4亿元 2022年呢 二季度呢 是6.23亿元 同比下降了4.7% 那和一季度相比呢 约会运输5.92亿 那比2020年的一季度 6.36亿 同比下降了69% 那这个趋势 是非常不乐观的 也就是说 腾讯提高了 它的会员收入 但是它可能流失了 更多的用户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腾讯音乐的一个 股价走势 那腾讯音乐呢 我在之前聊过 具体的也做了技术分析 看一下 大概是在6月初的时候 做过的 那这边呢 腾讯音乐我个人呢 认为它可能会出一个买点 就是当它的股价 上涨到这个 绿色的圈圈 这个绿色的圈圈这里 也就是大概在6块8左右 6块8左右的话 会出现一个买点 值损点的话 就在这边的最低点 5块6.6 那可能有2%的值损 那这个盈亏比 其实不是很划算 大家就是 如果您看好 就是腾讯音乐的基本面 那可以配合着技术分析 然后做一个 不适合的 做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好 这个是腾讯音乐 那我个人的话 也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 进入一点 那就具体的看 就是盈亏比 那我目前认为 它的人贵 就是14点 有20% 是不太好的一个买点 这个是腾讯音乐 当然了前提是 它必须要 股价必须要升到 6块8左右 必须要升到这边的 6块7 6块8左右 才会出现买点 现在是没有的 那现在是6.4 还差大概 10%的涨幅吧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四科 四科的业绩预测 引发了人们 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6月17号 四科公布了 该公司的 2023财年 第四财季 全联财报 包括显示 四科Q4 营收为152.03亿元 同比增长16% 精力认为40亿元 同比增长41% 那本季度的业绩 虽然超出预期 但四科对 下矮财年的收入 预测不高 加剧了人们 对基础基础设施 支出放缓的担忧 该公司周三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2024财年的销售额 将达到 570亿到582亿元 列帝于分析师 平均预期的 583亿美元 四科这份 不温不火的 年度预测 引发了人们 对美国整体经济 放缓的担忧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四科的一个 股价走势 四科这边 从我们 从一个 大的一个方位来看 它就是在一个 更大的一个区间率 做一个盘整 那这边呢 我画一个期训 也就是在这边 37到51期间 做一个大范围的盘整 当然了 这个区间很大 所以也就是 在做盘整的时候 是没有买点赢 没有卖点的 那大家可以盯住一个点 大概就是60块909 那突破60块909 代表它可能要 摆脱这个中枢了 这只是一个盯住这个点 并不代表这个点 就是买点 这个是四科 做一个观察点 当然了 后期的话 那我认为 它后期如果 去下跌的话 其实也没有做空的必要 毕竟它在中枢 没办法 就是方向没有确定 是深和是低 是涨还是跌 这个是四科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继续在中国 开打价格战 特斯拉中国再次将价 Model X 选系列车 享受5.4到7万元 不等的价格优惠 那受这个小时影响呢 特斯拉股价大跌 好 有兴趣买特斯拉的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讯息 那我就不再细聊了 具体的看一下 特斯拉的一个股价走势 好 特斯拉呢 我个人是已经清仓走掉了 大概在240左右的时候 也一直在视频里聊 他是一个老朋友的 好 这边呢 他是昨天是下跌了 3.16% 来到了215 那大概在250左右的时候吧 我做过一期视频 是聊到特斯拉被大空 被空头 是被空头做空的 最大的一个公司了 那目前看来 这些空头还在发力 当然了 我个人是没有做空 但我认为特斯拉的股价 已经来到了一个下行的区间 目前已经被空头主导了 这个是特斯拉 那如果还在车上的 要注意一下这个风险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杰西尼弗莫尔德 对股市的一段话 我认为比较有启发意义 千万别把 千万别把随股票上涨 跟买了就窜着不放 混为一谈 我从来没有 也不会瞎买一只股持有 我们怎么会知道 那么远的情况 事情是变化的 生活在变 关系在变 身体状况在变 机械在变 孩子在变 爱人在变 促使买股的基本条件 怎么就不改变呢 经济因为公司不错 行业发展强劲 经济整体状况良好 较麻木的购买和持有 在我看来 无欲于在股市 自寻死路 杰西尼弗莫尔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